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看着你的弱点呢 看得很清楚 看着他前半盘下的慢条斯理的 好像是没有发什么狠招 但是一旦他抓住你的弱点 一旦突破的时候 但是一招比一招凶 让你疲于招架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一盘李昌浩持白棋的攻击好局 这盘棋呢 有两载豪持黑棋先行 黑棋呢 这个变形中国流 这个下法我们已经看见很多次了 白棋老老实实的守住 这个也没有什么新意 尽管是李昌浩下的 只能说是很稳健 黑棋手脚 这个也理所当然 你不手脚 白棋就打进去了 白棋分头 这个也谁都会下 都是在正权的位置上 黑棋拆这边 白棋挂脚 黑棋单关 白棋跳起来 这个也很冷静 这个把右边的防线呢 再加加强 他也不忙着去走这个 真要走这个被黑棋打进来 这个白棋在局部呢 还得飞半天进 非拼命得到二路去拖着腾挪 有点辛苦 李昌浩不是那种受罪的棋 他的棋呢 走得很松缓 这个很厚实 这个厚发之人讲究 黑棋打入适应手 白棋就牢牢实实见 下边呢 随便你挑 你愿意这么拖过也可以 你愿意先手手脚也可以 黑棋这般棋选择先手手脚 白棋就补 这招棋要补 再不补被黑棋冲断 这个可不得了了 冲断了之后 黑棋这边有拖过 这边也有拖过 这个棋也很长 白棋支撑不住 所以白棋要补 局部呢 黑棋是目数便宜了 但是白棋走得很厚实 再从这里挂脚 李长浩是最常见的 一间家 黑棋把脚捞走 白棋也不着急 这个 慢慢慢慢的和对方 一点一点的进行阵敌战 黑棋眼看着已经捞了三个大脚了 第四个脚白棋守住 还是非常冷静的一部棋 如果这个棋在这拆着的话 这个黑棋点脚绝合 接着白棋倒 黑棋活脚 还有可能是先手活脚 所以白棋这个在目数上 这么下要损得很厉害 这个是可以想象的一个变化图 黑棋把脚活掉 将来外边这个子呢 还有活动的余地 你再补一个的话 虽然白棋左边外是很宽广 但是再仔细一看 黑棋四个脚已经拿到手了 再往中间跳一跳之类的 这个棋 白棋要想赢 这盘棋 全靠这边了 这就太难了 稍微被黑棋伸入一步 掉一下 请教一下 白棋就完了 所以不能先损这么大的时空 这个和李长浩的风格不合 白棋 守这个非常稳健 这个明知道这边是黑棋要过来请销的 但是就让你来吧 反正白棋先把自己都走好了 看着黑棋 黑棋如果在这里打入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被白棋先拆二 先捞一道便宜 这个黑棋不肯先损 但坚冲 白棋就老老实实的 再底下硬 再拐 走得非常厚实 黑棋在跳 白棋这都这么厚了 再长 黑棋飞 这个通常一看 好像 这个白棋是不是这有点重复啊 这个棋型 是有点重复 但是 李长浩觉得这么下也不坏 想必也自有他的道理 白棋这里也厚 这里也厚 这个全局呢 没有什么弱子 这个后半盘呢 白棋可以放开手脚 跟黑棋对攻 现在当然黑棋捞的空很多了 白棋要限制一下 黑棋成空的这个潜力 先走这个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是先手 不走哪怕就这一飞 这已经受不了了 黑棋应一下 这样白棋 这个算是 稍有所得 然后 再打入这个 这又是 一个要点 要把这个控权破光 黑棋如果走这个 去强攻白棋 白棋下一步点是好棋 这个是 弃子腾罗 如果你走这个 白棋冲 黑棋倒 白棋拐 黑棋之后 接回这个子 白棋再一搬毡 就把脚活了 这个白棋活脚 活得很大 黑棋外边呢 还留有断点 不是很干净的棋形 这个白棋可以满意 白棋 白棋点脚的时候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冲 黑棋一搬 白棋拖 黑棋只要搬这个 白棋退 黑棋只要接 这都没什么变化的余地 白棋再拉 黑棋拐 就像中半战的定势一样 白棋在上边 顺利的活了一块棋 这个时候 黑棋要这个外势 意思不大 因为白棋这里也厚 这里也厚 把黑棋这里呢 本身还没有活干净 这个外势将来 成不了什么大空 这个掏呢 就显得 把这库掏得很实在 这个黑棋不想取外势 想把这个白棋赶出去攻击 他就这个少了一步手脚 这个是最顾实力的一步手脚 假如说不想让黑棋 不想让白棋多有借用 通常这步棋是应该在这 但是这样一来呢 白棋头 黑棋压出 白棋在跳 黑棋跑 白棋接住 黑棋飞 这个 大家都跑出去之后 这个棋发现 黑棋也没得到什么东西 而且呢 将来这个地方被小坚一把 这个木术差得很大 实战中呢 这个两仔豪就想了想 这个想一个办法 什么的 这招棋不走在这 他直接就走在这 假如白棋还是交换这几个 和黑棋这边的交换 那这个 黑棋的棋型就好得多 不但木术好得多 这个白的小 先手小尖没有了 这地方可能还有一条后路 这个一拖 你如果搬 他一断 你如果打吃 这一掐吃 你提 他一反叫吃 白棋炫进去 就是说黑棋 跳在这的话 就越发的不怕这个子活动 这个跳的就是局部 最顾忌实力的一手棋 而且最对这个子 有最大支援的一手棋 白棋再走这个呢 肯定黑棋是不理了 肯定是后手 但是 这个 这步棋虽然有他的优点 但是也有他的缺点 就是这个地方 容易 给对方找到借用的机会 这什么借用机会 我们看到这个李昌浩 马上 就做出了反应 这个地方不能让他 很舒服的走 这个 我这个跳起来之后 他也有拖过 我小尖了以后 他压了以后 也有拖过 那我在这忙什么呢 那他就不讨这个子 就要利用这个子 你不是贪心 想要木术吗 行 木术给你 我找点借用出来 在这点 这个棋一般想不到 这招 这招棋是损的 因为这招棋点了 和这个黑的这个接交换 这个拖和这个压 都看得太明显 明显的是伤上面 但是李昌浩 为什么坑走这个呢 他有后续手段 点完了以后 他对这个子 暂时他准备气了 他要利用这个子 在这里掉 这个子掉完了以后 他留着这个冲的 这个伏计手段 这个棋 他就从 把木术 这边丢的木术 从这边 他就找回来了 白棋走这个 黑棋要硬吃 这个是吃不掉白棋的 白棋就硬跑就完了 或者就这么先冲一下 也是可以的 冲完了以后 比如你往里边加工的话 白棋这个虎 就有可能变成仙手 想吃这个白棋 也不现实 这个李昌浩的棋呢 当然不是那么好吃的 梁赛豪一看 算了 屈服 你别跑这个子了 我把右边控住 这李昌浩的棋呢 清楚就清楚在这 不下去 外边轻轻掉你一下即可 走完这个 让这招棋变成了仙手 下一招再挡下去 黑棋就吃不消了 这个子死了 所以黑棋还要补 尽管补在这 将来有一个拖 但是你将来再拖的时候 他就后退了 也不算什么太了不起的手段 白棋这里多了两个之后 这个子已经变轻了 将来怎么掉一下即可 随便你怎么吃 他中间已经起了一道外事 这就是李昌浩的局部腾多数 看着好像黑棋把空都守住了 实际上白棋已经悄悄的控制住了中腹 这个走完这边之后呢 李昌浩又把这边的大厂给抢到 这个棋都是看着好像很简单 其实这都是暗服杀鸡的棋 这都狠的狠的招 这招棋如果单纯要捞空 飞过不就完 跳过不就完了吗 这个黑棋已经不可能再去打入了 这已经把空守住了 不去直接跳过 非要走在这儿 这个是有厉害的后续伏击手段在里边 这个但是呢 这个棋恰恰恰这个梁仔豪没有注意 都看着李昌浩那个模样特老实 特善良 看以为他他没有什么坏心眼 其实李昌浩的暗含的上周凶得很 你稍一不注意就被他趁机席卷而去 像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战力 黑棋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应该想办法补强这一对棋 或者在这里压 或者在这里压 或者甚至横顶 甚至拐下去等等 都可以考虑 总之你要想办法在这走 不能让李昌浩沿着他自己设想的步子走下去 他这招棋呢给人一个错觉 什么错觉呢 就是让人以为下一招他要从这爬过 一般人可能也就是这么想 这么爬过比这么跳过 这个效率不是高多了吗 那就大错 你就太小看这个对手 黑棋就是中了这个李昌浩的这的埋伏 以为这个李昌浩走的特规矩特小心 所以呢 他没理会 从这压上来 高效率的想将来大攻这个子 但是这步棋走完之后 这个他就明白了 这个中了李昌浩的埋伏 李昌浩不是在这度过 他是这个 这招棋一出手 这个黑的 马上去咯噔一下 这个肯定一下 一想就是中计了 坏了 被李昌浩抓住了 为什么这招靠厉害 就是你现在不敢挡这个 你如果挡这个白棋从这一冲 他不是从底下爬过 他这冲过去 你这两个子已经死了 你如果敢这么叫吃 他就跑出去 你这个 没法从这个胡同里冲出去 冲不出去 你从外边打 这三个就是死的 你从这里打 也只能打到一下 他就这么一接 这两个要一吃掉 全局 实控 平衡 马上就没有了 因为 能不能吃掉这个子 还在未定之天 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 把这俩吞下去 这多了十五木齐 而且 这个中间 这三个子 还没完全变好 这可受不了 所以李昌浩的棋呢 这个是 棉中带针呢 这个是非常凶的一招下去 把这针就拿出来了 黑旗这个时候一看 这两子不能气 只好接这个 被白旗 从中央 溃围而出 突然之间 这边的白旗的呼应的子 都变成了好气 黑旗只好压 白旗再退 黑旗再压 白旗搬 黑旗搬的时候 通常情况呀 白旗忍一忍 不接也可以吗 哎不 白旗还连搬 这简直中间就要隐隐约 自然成空的意思了 黑旗什么时候 也不能从这儿打 这儿打没有用的 你吃不掉这三个子 所以只能从这儿打 白旗接住 黑旗也不敢把这个拉出去 这个作战太无理了 白旗一尝 这两个子和谁作战 这边白旗一道墙 这边一道墙 这个 这块黑旗还要死 只好在这儿打 白旗退 这个时候 黑旗很愤怒 这个梁仔豪 这个 被人家这么一欺负 说来 一看这形势不对了 拼命的要寻求复杂战斗 接这个当然是本手 谁都会下的 但是你接这个时候 人家就这么飞一下 威胁着这个地方下一手 刺穿刺还是先手 这个地方呢 还有漏洞 这个子呢 上边有桃 下边有拆 不会死 一定行 这个旗黑旗就完了 因为白旗这个地方 承控潜力太大了 所以黑旗开始拼命 跳起来 最高效率的把这个口封住 威胁着要拉这个子 要拐下去 要收拾白旗 当然这个也是带胜负手色彩了 这个时候白旗也不能屈服 白旗如果在这随便一应 黑旗再一沾 这个白旗 可以说坏了 甚至呢 连这个都有可能了 他直接把这个口子堵住之后 这个断点他就算补完了 硬贴出去 直接就要把这变成大空 这个白旗都受不了 所以面对这个梁彩豪的胜负手 李昌豪是毫不客气的反击 这个也是李昌豪强的地方 这个该硬的地方 一点都不松缓 黑旗 拼命的拐下去 这个本身就大 这招旗不拐下去 被人度过 这个本身就大得不得了 现在拐下去还威胁着白旗 有先手味道 但是这又被白旗先手分开 只好冲 白旗挡住 只好断掉 白旗把这个拉出去 这个都是最狠的招法 黑旗现在没有工夫走这个 你走这个是白旗在这一搬 这个旗黑旗整体的没气 要死掉了 所以黑旗 只好先逃这个 白旗再把这个护住 这样呢 黑旗这凭空出了一块 孤旗之后 这块旗 有的逃了 白旗中央如果都守住 黑旗肯定是空不够 所以这个梁彩豪呢 继续放胜负手 这招旗也硬得不得了 这块旗虽然不活 但是气负长得不得了 这个把这个字逃出去 威胁着 要跟这块旗白旗对上 白旗不能去补 这个去补被黑旗一跳 这三个吃掉了 白旗反倒要输了 白旗就 非常凶 正面迎战 这个旗呢 就进入了胜负处 黑旗先长 白旗压住 这个不能松 如果走这个 这三个松了气之后 这边的攻防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白旗 狠狠的压住 黑旗打入 双方这个开始决战 这复杂的不得了啊 这个地方如果白旗 不能就地做活的话 那整块黑旗这个 不用去逃了 他的气长得不得了啊 你这跟他对杀是气数不够的 所以这打入之后 要求双方计算的 一点都不能出错 白旗飞住 这个也是局部 最好的承诺手法 黑旗先忘 这个是黑旗的权力 白旗退 这个要补 黑旗这个时候 如果从这脱过之类的 这个子是能救出来的 但是你这个子救出来之后 你要看到 被白旗 这一旦从这跳出来 这三个就完了 这三个要完了之后 还是没法和白旗一生胜负 所以黑旗呢 不能特别老实的 单顾自己逃命 要必须 把想办法 把白旗也卷进去 这个连这个也不能随便搬 这个小心都是有可能 作为大劫材来用的 或者黑旗万不得已之下 他还可能要跑这个 等你走这个时候 黑旗再从这里跳出来 或者借用这几个子 把这块大龙救火 所以这些变化 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白旗飞的时候 我们说了 黑旗不能去逃这个 黑旗必须要守住 这一带的防线 所以黑旗靠住 这个靠也非常紧凑啊 白旗坚顶 要求活旗 这个黑旗肯定是 看都不看 就要强攻 这个哪能让你随便活 白旗先顶一下 这又是冷静之手 你吃这个没关系 随便你上边吃 下边吃 白旗只要从这一出头 你这几个就完了 这几个一完了 白旗都活了 黑旗这块就显得不活了 这块旗要不活 你往那边逃去吧 那你在逃的过程中 肯定要被白旗一吹 穷追猛打 形式肯定就对白旗有利 所以这几个字 是其今 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 黑旗一退 这也厉害 狠得不得了 这个旗就看这的死活如何了 这个时候 李昌浩也走得凶 如果单退 这个就麻烦了 单退 为你一立 这边要度过 如果你从这边阻度 这边再一拖 他从这边过去了 你在搬的时候 他可以要双段 你是两个断点 没法同时补掉 对杀不行了 也不能挡这个 挡这个人不明显的 就直接搬过了吗 你要立这个呢 又要小心防他这个 这个也很麻烦 你走这个的时候 他从这边一叫吃 你接上 他一接上 你这个先手叫吃也没用 你断不开他 非常这个惊险的对杀 白棋 李昌浩早就看好了 这个小尖 妙手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就压过去 黑棋如果吃这边的时候 白棋打吃先手 这边反手 就从这边冲下去 这个棋 黑棋也不能死 黑棋死了 吃这个是没用的 而且这个地方 还瞄着很多很多 其他的有趣的变化 例如你什么搬的时候 还有可能被他这 多爬一下 等你接这个时候 他再一断 这两个子 没办法和这边对杀 爬的时候 如果你去吃这个 这边你是吃掉了 但是被这一冲 这个白棋从这回去了 这个黑棋 也没有便宜 总之 小尖 这是 必高人胆大 这个李昌浩计算的 非常精确的一部棋 黑棋只好挡住 不能让他这 随便转身 白棋再退出去 局部呢 这个胜负之争 是越来越险恶 实战中黑棋 走到这个 这招棋不够精确 这个时候胜负 非常微妙 黑棋咔这个 有可能是好奇 咔这个白棋 如果打吃 黑棋打在这 白棋棋掉 黑棋再一靠 这边要出来一个 复杂的结征 翻了的话 黑棋再紧这个 白棋如果接住 黑棋再断掉 白棋只能打这个结 要求吃黑棋 这些不归 这个就非常复杂 白棋在哪里去找结财 但是这样呢 打这个结 先说这个结论 要比打实战 那个结 对黑棋来说 有利 实战也是打结 但是打结的情况 不一样 所以说 在这个局部 虽然因为时间关系 不能详细解说 这边好十几个变化图的复杂 对杀 实战这招棋 可能是败招 要单咔这个 可能 这个棋 黑棋还有机会 实战中 立这个之后 出现了什么变化 如果白棋补这个 那黑棋拖 净活了 这一个 有一先手卡 他从这回家了 白棋 没办法和这块棋杀气 白棋就完了 所以白棋 必须从这边阻度 黑棋 只能卡这个 打这个结 白棋叫吃 黑棋叫吃 白棋提结 这个时候 梁仔豪 这个以为 这个棋 黑棋要赢了 他计算的不够深 为什么他这么简单 就这么走 就是因为他认为 这一开截 黑棋在左边连击 两手把这块棋端了 他就赢了 看错的就是这些 他去搬一个的时候 李昌豪 看都不看 就把这抓了 再仔细一看 这块棋居然死不了 你如果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他是一个活棋 这个眼去不掉 你如果走这个 白棋挡下去 也活了 你一接 他把这往下一立 或者这边一团眼 也活了 所以搬完了 他被一拔 然后才发现自己的问题 这块棋没法吃 他又走什么呢 又去搬这个 以为李昌豪会走这个 他往前一送 这个棋是死棋 活不了 没想到李昌豪就让你回家 就从这吃 这个棋意外的到活了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棋怎么活啊 假如黑棋退这个 这个各位朋友都会活吗 很有意思 就是如果你跑这个的话 白棋有一个跳的妙术 你如果接外边 白棋在这一扑 你一提 一叫吃 这个是接不归 白棋跳这个时候 你如果连这个 白棋可以从这断下去 你打吃的时候 白棋再立 所以这个棋 是李昌豪把所有的变化 都算好了 而是对手没有算清楚这里变化 结果呢 实战中被李昌豪打吃到这下的时候 那对手当然发现了 原来李昌豪这块棋是活棋 对局也只能就此结束 李昌豪中盘获胜 今天这盘棋呢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